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因第一果菜批发市场改建案版本,与北农总经理吴殷宁争论不休,但实际上市场内的摊商却任何版本都没看过。 台北市蔬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林长平指出,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,北市府根本没来跟摊商沟通协调。 今天林长平一早陪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在市场拜票,林长平表示,我们绝对全力支持改建,但是台北市政府到目前为止,都没有提供我们任何方案来检讨,改建是要改成几层楼?要怎么改?大家都不清不楚,什么都不知道是要怎么改建? 改建的事情跟总经理无关,这是台北市政府发包的,就应该由台北市政府来跟我们协调,让我们知道内容。 由于先前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败回果菜市场时,李市长林长平并未现身,媒体询问原因。 林长平说,我们蓝绿不分,只是刚好那天事前就有安排行程到西罗。